網路發現一個新東西 就買來用看看 水深涼測器,它這個有專利字號 請大家動動小指頭看完影片就綁顯霸托訂閱 訂閱的部分就是按這裡 看一下 那再有釣除那個蝦皮下方的鏈結 最近 網路發現一個新東西 就買來用看看 水深涼測器,它這個有專利字號 我就去買來試看看 這以前都沒看過,也沒想到說有這個東西 但是他花250塊 不知道有沒有那個價值 等一下來試看看 但是就是知道水深跟我們打了那條 跟牢具的相關性會有幫助 可能就會幫助 比較 我們的料會打了比較準 好啊,就來試看看 好啊,這很簡單的啦 他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冰箭 好,插繞啦 冰箭插繞給他插繞 好啊 好啊,沒想到自己在手鈴裡面啦 好啊,自己在手鈴裡面 好,他的手鈴都有 有那個 留一坑啦 所以 打進去就好了 好啊 打進去,他的那個冰箭就把他插繞了 好啊,固定啦 讓他不會出來了 好啊,他說這個彈下去 馬上就能扭出我們的水深啦 不用在那裡釣很久啦 好啊,想說 好啊,這個跟我們釣絲木魚、釣烏魚之道釣場深度跟大料的相關性喔 應該會有幫助 啊,試試看看啦 想說那個 感覺250塊 啊,這一機可能我怎麼用一四人啦 因為我們來就扭一次就收起來了齁 啊,大家丟到都扭一下 我們比較知道說要打桌啦 還看老水的老用 那個相關性 來 單純去試試看看 才有真的說的才好用喔 好啊,丟下去就可以收回來了啦 齁,他就會扭起到我們要爬的位置齁,就是水面上啦 啊,他就會固定在那個位置齁 比較有那麼厲害 啊,這樣水深就扭出來啦 齁,你看鞋跟扭邊的位置,所以代表這麼沒深啦齁,大概兩米啦 米白到兩米啦 米白到兩米,就是比我的芭蓮哥比較淺淺的看齁 啊,等一下那個 吊阻就會大概血率在45度左右 在水面上大概有45度 啊,再試一次啦 這東西來清清齁,比較有新鮮感,再玩一下 啊,找店家的時候要買這個東西齁 後來我有私訊他啦,就是問一下 這個東西大概的功能 啊,問問了之後,發現 這是 先拜的朋友啦 東林啦 啊,我不知道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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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研究桌啦齁 啊,有拿出來做成產品,還有專利啦 我說好了啦,不然我一顆啦 吼,用看看 吼,啊,東林說那個... 那用完,可以吼,叫我把它倒推廣 吼,啊,也是來試試看嘛的啦齁 試看更好用啦 吼,好用就把它倒推廣了 吼 吼 啊,剛才試的結果是... 不錯用啦齁 就是單位,我們就知道要去清啦齁 吼,這樣又拿出來齁 啊,因為這裡比較切啦 先剪丁租到剪這張齁,這樣沒辦法切啦 所以我就沒有剪丁租,在這裡先切斬租 啊,剪丁租齁 吼,啊,不錯用啦 吼,啊,所以 有幫東林推廣啦 吼,那就放在先把... 那個... 小鼻賣場裡面齁 吼,啊,為了幫他推廣 這個廣還會帶多送那個... 大油足夠啦齁 就31歐林啦 吼,啊,你若... 你若覺得... 買... 買去試試看嘛 再去... 先把賣場看齁 好啦,開始到了啦齁 吼,很久... 沒來這裡到了啦 再來試試看嘛 看一月份的魚仔有夠多啦齁 看一月份的魚仔有夠多啦齁 啊,這裡都丟很多啦,所以你的鵝燒 一般我們的那個六十公分的腳都... 比較不夠了 一般都不行 哦,一定要走這個... 一百公分長 啊,這個市面上也沒有啦 啊,這個市面上也沒有啦 就是要... 自己做啦 啊,近期... 有很多釣油就是請鹹爸... 幫忙做啦 啊,一直沒有想要做是因為... 啊,油局很麻煩啦 那蝦皮現在要申請油局寄送,也會很麻煩啦 不過沒關係啦,我都在處理啦齁 啊,就是... 耳掃的部分可能不會做很多啦 啊,就... 做幾支就放幾支去啦 啊,待會有需要的啦 大家... 大家去看啦 齁 啊,這一支我哪是用幾四人的啦 應該是不壞啦 你不要把它放就好了齁 不要把它摺不放啦 不要把它放下去水啦 都可以用很久 齁,今天第一支要開服了齁 啊,這就是什麼呢 齁,這個比較前場啦 前場就是那個... 魚仔就是都左右跑齁 啊,也是很好玩啦 齁,但是生長... 生長的烏魚是... 比較刺激啦齁 就是巴掌魚難難的部分啦 生長的部分,它那個魚的... 我都往下竄齁,那個力道是不太一樣的 齁,啊,釣魚都好玩啦齁 魚的分還釣得多齁 就... 不簡單啦齁 還會吃就好了啦 烏魚啦 齁,啊,你看這... 這距離應該差不多20幾米啦 這都要壓得夠啦 齁,你如果沒有風的時候是好壓啦 不然你如果逆一風,就一樣壓不太脆啦 啊,你如果順風不能壓到30米,應該是夠了 啊,就是斬魚啦齁 齁,來啊,來啊,來啊 齁,來啊,來啊 齁,兩隻都會割啦 這隻割啦,這隻割啦 右邊的隻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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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割掉 稍微割完啦 不要壓髒 先把這隻處理起來啦 這兩隻很難處理啦 對啦,做的這齁,齁,也在這... 睡了一隻 齁,這先放旁邊啦 來,再拉一隻 不然它太困難又跑了 嗯,它要跳出來 齁,跟炒味道放的就好了齁 會跑了 好,開來開來齁 啊,蝦子都沒有自己大隻 還可以吃就好了齁 好,找個時間啦 再來用 白板畫給大家看啦 就是水生跟耳料 跟流水 喔,流水的管理啦 就是 給予的方式啦 啊,其實 像我們釣很久了齁,其實 我丟下去大概就知道水多深啦齁 啊,所以我們在打釣其實都還蠻準的 齁,啊,即使說新朋友齁 新釣友齁,大家沒有 比較沒有在注意這件事情的時候 齁,可能要學一下啦 齁,水生跟你的 撩得撩跟 跟流水的快慢齁 就決定在於你怎麼打才會在釣阻附近 齁,啊,我找時間 好多的給你們看齁 再出一集 齁,啊,所以 涼水生的部分就還蠻重要的 齁,啊,我本來想說 啊,找要來自己玩的啦 啊,剛好東林是自己的朋友啦 他就說,啊 幫他推工,啊,這相關性 我想一下,看這個 對大家有沒有幫助 啊,當然有幫助啦,就是 水生甘粒子含流水 你一定是要知道嘛 所以你的粒子打下去 你的底才會再釣阻附近 哇,要比較有給予效果 這樣再釣也好 齁,這個是 哇,鹹巴釣比較好的關鍵齁 原來要打得太準了齁 齁,看就知道流水到多 流水清到多,啊,要打到多了 所以我要給予效果 比大家比較好一點的看齁 所以就 比較會吃 哇,石墨 哇,所以要再釣時間啦 有的都給大家看齁 讓你們知道 說水清爬粒子含流水的關鍵啦 喔,所以要再釣時間啦 有的都給大家看齁 讓你們知道說水清爬粒子含流水的關鍵啦 喔,沒有什麼含流水的關鍵 還要再釣 給你們知道 含流水的關鍵啦 像這裡都 橫向峰啦 橫向峰有時候 那個遠度都打得到 啊,流水打不夠,以後就比較敗掉 齁,也是很刺激啦 好,抽到算了喔 好,抽到算了喔 喔,抽到算了喔 OK 喔,一斤多的啦 還不錯啦 喔,這支好,換那支啦喔 輪流啦,還好玩喔 喔,有時候都還來不及 丟下去啦 加個來 喔,我還好玩喔 喔,我還好玩喔 剪扁档了 哦 剪托了 你看 哦 小心了 第二機台要清理 賣有錢了 今天魚還蠻陡的啊 這都是單狀狂的,旁邊也很窄,頭前面比較有勞高 魚的火星比較好 好,旁邊還在深了齁 要注意了啦,不然這個拖還會有油 哇 好 答對了齁 好 三百以外這樣借啦 三百以外用一個圖片齁 好 看吧 還不錯耶 右邊的頭部 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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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 除了 山 這樣造的不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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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